美国财政部长鲁音星期五说 他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良好的对话 与鲁音的美国代表团会谈的中国代表团由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 刘鹤也是中国国家主席的首席经济顾问 据信会谈涉及美国对中国贸易行为不满的广泛内容 从技术转让到国家补贴技术开发等问题 尤其是半导体技术 部份人士将今次预定为期两日的会谈视为积极的一步 美国和中国都企图避免爆发贸易战 分析人士说几乎无可能在今次会谈当中化解双方的分歧 但如果决定继续沟通就将会一个令人欢迎的进展 在举行谈判之前 美中两国分别宣布要向来自对方的产品征收关税 美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